佛光照大地 乏洗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出生于台湾 定居于纽约的钱孝珍 她是美国电影剪辑师协会 唯一一位的华裔级的女性剪辑师 一家三代都是佛光人的她 也获邀担任了第二届 三好为电影的评审 日前传来了好消息 她荣获了纽约市 纪录片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 我们带您一块的了解 什么原因 让她从事三十多年的纪录片工作 还能够保有创作的原动力 纪录片塑料亡国 揭发中国塑料回收场的真实情况 失忆鲜明的画面节奏感 让剪辑师钱孝珍 获得第五十四届金马奖肯定 从事三十五年纪录片 剪辑工作的她 日前更传来好消息 荣获2020年纽约纪录片电影节 终身成就奖的殊荣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主动力 让我能够真的是在纪录片做了三十五年了 就是要我有个讲 喜欢讲故事的冲动 很快的我就发现 这个讲的意义其实不是给我 是真的是给我们这些所有的那个 亚洲美国的那个电影工作者 在这个纪录片 出生于台湾定居在纽约的钱孝珍 是美国电影剪辑师协会 唯一一位华人女性剪辑师 一家三代都是佛光人的她 今年也担任第二届三好为电影评审 在许多作品当中 都让她看见新一代的年轻电影工作者 充满独特的创造力 然后我一开始看我就觉得 哇 这个他们真的是 不但是quality好 而且讲故事也真的是很 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我真的看了非常的惊讶 也非常的就是很高兴 有这么好的那么多好片子 放吗 你先不要敲白我要开白购 惊奇纪录片作品76天 拍摄新冠肺炎疫情 如同电影情节般 惊悚的真实感 让人看了相当赶配这些防疫英雄 钱孝珍目前同时还有六部纪录片 将绞逐今年的奥斯卡奖 而他对电影工作的热忱与投入 也激励不少正在电影路上 逐梦的年轻人 人间卫视综合报道